本地精英杯分組賽 藍三的東方龍斯在旺角牆硬撼灌中南區 球隊三連勝後排榜首 和球都夠提前出線 但落到場一點都沒有保留 3分4次用高空轟炸衝擊對方防線 這邊箱都要提防敵軍反擊 門將曾文輝有他老友門尾頂住 放回球落地踢 東方龍斯組織後就見真章 盧卡斯和新組利馬三國短傳入勝後 交給拋台燙回世界球 將入球獻給天上哥哥 亦令球隊半場吃著一顆 大更衣室回來也未夠十分鐘 球正吹雞說有球員禁區內犯規 東方龍斯輸回球十二馬 佐佐穆州操刀射破後備入體的葉蓬輝 兩隊一比一長身離過 球隊季初飽受雙兵困擾 慶幸的是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常規正選 都輪流交出兩眼表現 王力威斬大斜線 新組二一敵三 左揮右揮吸到對方妥妥令 才射回近處入網 得新組得天下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幫球隊領先後 新組想說頭逃報理 不過拿菲這一球就窄窄地 說的是角度而已 阿輝的視線就沒有收窄到 一眼關七 永無閃失 將夏志明的子彈式頭錘拒住門外 足球世界 未到最後那刻 真是甚麼事都可以發生 東方龍斯尾段 有著坐過山車這樣的經歷 夏志明左路全中 遠處被圖心口控下來 抽死角入網 兩隊89分鐘又再打和 不過踏入保時才是高潮所在 新組撞射不得回回後 雙羽復出的敵高冷靜抽入 以為3分就敢代代平安 可惜全軍退守 都是敵不過南區的最後一擊 列文找到尿仔按出中間 史提昏及時趕到 東方龍斯武仇報 和南區戲劇性賽和3比3 都無阻球隊試隔4季之後 再次跡身4強 謝謝